那如果嫌年发开太贵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 到底能不能买台积电呢 因为AI不能缺席的就是台积电 而台积电在今天消息满天飞 有利多有利空 我们先来讲利多 利多是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禁令 准备给台积电一年的豁免期 也就是这一年呢 还是让你出口啦 但利空是什么呢 利空是路行之说 台积电你不是很会赚吗 你的债务为什么一路往上攀升呢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台积电要怎么解释 他过去的财务保守原则 真的变了掉吗 跟他不断的扩厂有关吗 我们就来谈谈他的扩厂 那么台积电在日本盖了二场之后 现在还要再继续盖盖盖盖盖 但是日本倒是蛮阿萨利的 说这个97亿的日元补助呢 很快我就会给你了啦 没问题啦 你赶快再来盖啦 那么台积电准备要点火日本制造 岸田政府三个月内 要把农地全部改成半导体用地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他希望台积电盖越多越好 最好不只盖晶圆半导体 而且还要盖封测厂 所以是不是因为不断的海外扩厂 让他的债务往上攀升呢 那这是好债还是坏债呢 对 美国还是要对这个中国的AI晶片 做出口管制 那之前是怕说到起之后的话 会不会不延长 但现在消息出来的话 是对台积电继续有一年的一个豁明期 因为这个出口管制已经都写好了 就送到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在审查可能就会在短期里面公布 那韩国他们自己的报纸都赶快先写 他们写一个叫做VEU VEU的意思是说 海尼克跟三星 他们的记忆体 如果要供应给中国 他以后的话 他不需要给美国 就是说再额外的核准 那这个的话 我是觉得他们自己写的 一般来讲是给海尼克 还有三星 还有台积电是一年的豁明期 好所以这应该是利多 利多 利多 那我们再回到利空的部分好不好 我们好好来谈一下利空的部分 到底他的债务 是不是目前从财报的角度来看 债务比例是太高了吗 对 首先的话是陆行之第一个 就是说 今年台积电只涨2% 这个相对弱势 他认为第一个重点的话 是因为要到欧洲去投资 要到美国去投资 要到日本去投资 成本都比较贵 这影响他的毛利率 因为过去毛利率 曾经到62.2 那现在毛利率可能以后的话 就是53% 52% 所以第一个的话 是DN增值的关系 第二个是新来币贬值 因为新来币贬值的话 资金就往美国流 因为美国的利率一直往上升 就往流 那台积电是最重要的外资提款机 所以也许台积电基本面很好 但是问题新来币贬值 就是卖台积电 所以他是外资一个提款机 那第三个的话 全球升息 尤其是美国升息 美国现在十年期的殖利率是4.5% 那台积电一年配12块 那现在的股价除下来 他的现金殖利率是2.3 那这样的话 我就卖台积电 去买美国的债件 我的殖利率会比较高 所以全球的升息 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卖台积电 还有最近的话 是在产能利用力的部分 5奈米的部分 台积电5奈米是产能利用力 最近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他的8奈米 还是持续低迷 8奈米现在可能 他的产能力利用只有五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台积电一直被讲说 这个财报的话要下修 所以变成说已经有二度下修了 那未来会不会有三度下修 这是个急遥高式的一个所谓的营收指引下修 那现在是财报的问题 陆行之讲的财报的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他讲的是他的负债比例 对 他说你的公司在你的债 以前是五百六十九亿 你现在是九千零一十七亿 当时张聪谋的时候 那时候负债的话 比例的话是十一个percent 现在是三十个percent 负债比例怎么充得这么高 而且你为什么买 美国的债券的话 这个买到所谓的两千七百亿左右 美国没有风险吗 那你有没有集中去做所谓的管理 那这个到时候这个风险会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来讲 这些有很多的因素 不是这样在讲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他是不是因为海外扩厂 因为海外扩厂确实需要非常多钱 对 第一个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台积电以前的资本资物 大概一百七十五亿 现在大概三百二十亿到三百六十亿 未来有可能到四百四十亿 他现在一年的折旧五千八百亿 以前折旧三千多亿 所以他的现金流入 近来本来是四千亿 现在只剩下五百多亿 所以现金没办法 进来就没钱 但是他又要到欧洲 要到美国 要到日本去所谓的投资 所以他钱要多 所以他变成他的现金部位 就从五千七百亿 增加到一点二七兆 那这些的话 就是准备而折旧 还有所谓的 这一个 这一个扩厂需要用的 这是没有办法 所以负债比例 从十一个不胜 增加到三十个不胜 那文在我问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扩厂 一定是我们自己要先出钱 负图该也要先投资 但是这个补贴一旦下来 就是不是有机会改善 他的财务结构 因为我们刚刚新闻 也特别谈到 日本说九千亿月元的钱 我很快就要给你 我不会像美国那样 拖拖拉拉的 对 其实过去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补助也很多 只是拖拖拉拉 到现在还没拿到 也很多 比较干脆一点 欧洲补助更大 德国为了争取 你来他补助也很大 那现在他讲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要去投资 美国的债券 因为台积电 他发行的公司在 一般来讲大概 利息大概1.6 但是美国的债券是4.5到5 你等于就是说 这边这边发行1.6的成本 但是你去卖是卖4.5到5 你是赚2%到3%的一个 所谓的利差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资产的 一个灵活的应用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这个所谓的 切金额他讲的意思 就是说 一家公司 不是只有做本业 他在财务方面 在资产的规划 能够做得非常好的话 这是个价值 这是这一家公司的灵魂 而且他现在潮污做得很好 他现在发行公司在 在2024年之前 他是没有到期 所以他目前没有所谓 负担的问题 即使到了2025年 他的债务到期 也只占他的总负债是6.5% 所以未来这几年的话 其实台积电的财务是非常健全的 好 第二个 我想问的是 在今天有韩国媒体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台积电 三奈米的粮率只有六十percent 但是因为他是韩国媒体 其实我是本来的不想问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但是其实这两个礼拜以来 所有的外资的报告 都一直出台积电的报告 一般都是调涨的 他里面的三奈米有在讲 就是说他现在三奈米 现在是N31 他现在N3P 明年的N3P N3X都已经出来了 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变成说 明年台积电三奈米的产能 本来一顾是八万五千片 是 现在写的都是写十万片 如果你量力只有五成 只有六成 你有可能现在这一两个礼拜 所谓的 所谓的话 会规划明年三奈米到八万五千片 或者十万片吗 那没有 那一定是 这个所谓量力是七十到八十 趴 所以原则上韩国的这个媒体的报酬 过去都是觉得说 都是都是说谎的 半斤根本就是三星的量率 只有五十趴 那为什么高通 本来一直都很支持这个 这个三星 最后他这个所谓消融三 这个八的部分的话 最新型的 没办法也回到这个台积电 而且重点是NVIDIA 他刚才讲B100 一大堆这些三奈米的 全部都要给台积电 那如果你三星的量力高 怎么会一直都来给台积电 就是NVIDIA也不是傻子 对 那台积电如果量力五成六成 他干嘛接这么多 因为对他来讲 他也不核算 所以这个会接这么多 就是七成到八成 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如果我们的量率 真的跟三星差不多 五成到六成 那三星卖的比我们便宜 他应该拿到很多大地 那五成没有 好我们回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阿文斯来帮我们来看 因为台积电在今天表现不错 那么股价往上冲高 收债五五零 在今天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做多呢 对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打这个底 像不像W底 对 我觉得现行上是很漂亮 不过我是觉得到了大概五百六 五百七这个地方 他还是会有一个压力 因为市场还是会去看下个礼拜四 他的法收尾 讲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因为最近的很多的一些所谓的 这一两个礼拜 你就不知道针对台积电所讲一些东西 我觉得下个礼拜所讲的东西的话 因为他现在没有什么下降的一些力空 只有五奈米 但是五奈米他成能力增加非常多 这个对获利会成长蛮多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重点的话 他的财报不会下降 下个礼拜四 第二个重点的话明年的营收的话 至少还是两成以上的一个成长 大概也是三十块 三十四块三十六块 这个水准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 今天是突破季械 对 我觉得短线 他W底涨多会稍微震荡 会稍微震荡 因为涨多 毕竟目前整个环境面 还是有一巴针 这什么一大堆 我觉得这个地方 他也是会震荡 但是下个礼拜四 我个人认为很多人就会抢劲了 下礼拜四之前 大家就会 会有些卡位 对会卡位 然后法素会完了之后 应该就一个突破的一个行情 好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NVIDIA 又谈到了台积电 整个AI概念股 你比较看好谁 对对 之前的话 新颖的话是COAS 他设备是前段的 所以之前他很会涨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利多不太会涨 因为九月以后 创比较不太会涨 现在反而是后段的封测的部分 因为以前都没有涨 现在反而可能有拉升了一个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一般来讲 台积电概念股的话 后段的封测的部分的话 慢慢会取代设备的部分 那另外我是觉得说 像技嘉今天是AI涨幅比较大 因为他接到欧洲的一个订单 四万片 所以一般来讲AI的概念的话 大概以技嘉为观察指标